只要立志发挥它 就一定能度过难关 二五一个有梦想的人 是无法兴许平静的 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梦想列车乘在这的旅客 不止我一个前行的路上 总是有这马一个群体 别人家的孩子若即若移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二六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长相 因为能力不会写在脸上 二七每天多做一点点 就是成功的开始 每天多创新一点点 就是领先的开始 每天多学一点点 就是进步的开始 每天多进步一点点 就是卓越的开始 二八总有一些事 我们不愿它发生 却必须接受 总有些东西 我们不想知道 却必须了解 总有些人 我们不能没有 却必须学着放手 人知能自己去成全自己 这是现实 二九 二九在有些人 人眼 他自己是一颗珍珠 在有些人眼 他自己是一块石头 有的时候 必须明白自己是普通的石头 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 要出人头地 问顶成功 需要有出类拔萃的资本 资本有了 做事胜算也就大了 三十只有胜利 才能生存 只有成功才有代价 只有耕耘才有收获 老苏梅叫的是粉丝也按赞 追踪优质好文 https//www.facebook.com slash oldson i'll teach 温馨 感人 励智 会 管家 社团 阅读 励智 小品 https//www.facebook.com 毛山倒是穷